大家好 我是何世宇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在微服務架構中 上面佈滿了我們很多可能是Java的App 可能是其他語言的App 但是我們怎麼去觀察這些服務 想先問一下在座的有沒有 不管是你的公司或是你自己 可能自己嘗試看看 有用過Container 玩過的可不可以舉個手 OK 那有Go Production的可不可以舉個手 其實還滿多大概有三分之一 那你們就可以當成是 聽聽我們公司 我們的確也是Go Production 大概兩三年的一個過程 那今天在這邊做一個經驗分享 OK 那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 我是在松林科技服務 那我的部門是研發部門 那我平常的工作 左邊這邊是我的GitHub 那這個條碼 這個QR Code或下面的連結都可以連到 如果這個會後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討論 或是給予我任何feedback都非常歡迎 上面有一些我的聯絡方式 有我的email之類的 OK 那回到剛剛 就是我的部門是研發部門 那我平常的工作呢 就是幫助我們的公司 看看現在市面上有沒有什麼新的技術 能不能解決我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嘗試的導入我們公司的一些 比較底層的架構 協助我們公司的產品 或是我們的專案 使用一些新的技術 解決一些我們遇到的一些難題 然後把它推廣給我們客戶 大概就是做這一類的架構性的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環繞在這個微服務中 我們公司也是全部都是使用Java開發 所以我們的App都是建構在Spring上 所以大概也是符合今天的所有的主題 大概也是Java 然後外面的統計 最多人用的大概也是Spring 那還是回到這個微服務本身 微服務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字 BitWord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技術在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論 也還有很多很多tool 那我們公司差不多在四五年前 可能是一六年的時候吧 我們決定要投入這個微服務的這個研發 那個時候跟現在2020年 整個不管是技術也好 大家常用的tool 這些工具也好 其實已經有非常大的不一樣了 大概在那個時候光這個container的平台 大概都還沒有 你可能還會搜尋到 可能一半還是Docker Docker Swarm 一半可能是Kubernetes 可能甚至Docker Swarm還多一點 那包含我們想要去跟我們客戶溝通 說你們要不要導入微服務平台 有一些他們還是不肯 他們可能對這個技術的掌握沒有很高 他們甚至說你們可以做微服務 但是你們可能我不要用這種平台 你可能像傳統一樣開個VM 多個VM給我們 我們在上面部署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架構上 我們就依賴了Spring Cloud 那因為Spring Cloud上面有一些 它有非常多非常多專案 它有一些微服務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我們的Service的Discovery Service的Registry 我們就是使用可能就是用Eureka 包含一些Config Server 大家都是常聽到的 這些專案都很久了 那一開始就是選擇在這些工具上面 或是這些套件上面 來架構我們公司的一個 整個微服務的基礎架構 然後在上面開發我們的產品 把我們的產品或是專案轉移上去 大概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慢慢的我們公司大概在17年18年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跟IBM合作 就直接轉成純Kbyes 就是Kubernetes 所以我們把一些重複的東西 一個一個拿掉 所以下一步就是我們把 比如說像剛剛講到的Eureka跟Config Server 其實在Kbyes上 你其實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所以整個架構的大翻新 我們遇到第一個問題 也許是我們客戶 也許是我們工程師開發的時候 原本的Eureka可能有些UI 你可以從上面去觀察到你的服務 比如說我註冊有沒有完成 有沒有有服務 現在是不健康的狀況 有一些觀察的工具 監控的工具 那今天如果我們轉到 成Kbyes Native上的話 那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開始又要引入更多的東西進來 所以其實在這個轉換中 不管是架構的改變 監控模式的改變 其實我們也累積了一些經驗 那這個過程中 原本的服務 假設一個系統可能五個十個好了 慢慢的系統也多了 開發的東西也多了 你現在可能面對的是三十個五十個 甚至更多的服務的時候 該怎麼辦 這句話大家都最怕 怕那個but後面怎麼辦 尤其是我們的客戶 那我們自己也慢慢的加入 當然我們選了很多很多很多 協助我們來監控 來掌控這些服務的一些工具 那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是今天主要是介紹 有哪些層面的監控 你可以去思考 那說到整個這個層面呢 所以接下來來講一下 整個infrastructure 所以以監控的角度來看 我去觀察我服務這個平台 這個container 或是anyway 你不一定要用Kubernetes 就是你整個這個平台 我們大概會從基準 基本上會從三個角度 我們來思考 我需要怎樣的tool 第一個就是tracing 你怎麼去trace 一個request的進來 後面經過了三個五個 甚至十個服務 大概就像這張圖一樣 那 現在這張圖上面是一個平台 可能是Kubernetes的container platform 那也有可能 因為Kubernetes其實有很多 來包裝它 來做enterprise的銷售的公司 可能譬如說你用的是 Red Hat OCP 那你用的是另外一家的 enterprise的Kubernetes 有些人有提供一些基礎的工具 有些人沒有 有些人提供更完整的 那你怎麼樣可以 同時看到多個cluster追蹤 它也許跨了cluster 那如果以我們公司為例 因為我們公司一開始 從大概四五年前 我們的開發環境 其實還是保留在 Dark Swan上面 那當然我們公司有一套 OpenShift 因為我們客戶很多 都是選擇OpenShift 我們也有一套 存Kubernetes的環境 基本上我們有三套環境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追蹤 這三套環境 跨cluster的一個tracing 這也是一個重點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不小心 比如說左上角那個app 跟右邊這個app 可能anyway 可能是程式的一些bug在 或是寫 就是沒有寫很好 這個call 可能一個loop 跑了一百次 造成效能的一個低落 你沒辦法抓到 因為它可能不是一進來 就第一個call第二個 它可能出現在可能 第十個以後的外部呼叫 才發生了一個回圈 所以其實在tracing上 我們想要看到的 就是這些重點 那這個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的話 大概就是講的是monitor 那大概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觀察的重點 第一個 就是這個平台本身的健康程度 比如說 Kubernetes它本身 有沒有node還掛掉 但是今天如果不是Kubernetes 怎麼辦 如果今天是Kubernetes網 甚至它可能就是一開VM 你有沒有辦法 統一在一個地方監控到 統一在那個地方 做一些alert的設定 所以這屬於 我稱它叫做環境類的 一個掌握 那大概另外一方面的掌握 大概就是這個app 上面這些服務 本身有沒有足夠的資訊 讓你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那比如說 舉例的好了 因為我們都是學Java的 你有沒有辦法發現上面的一些 VM上面的一些資訊 比如你的HIP 現在的一個使用狀況 你的Thread的一些使用狀況 那也許在開發環境 甚至測試環境 壓力測試的時候 這些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很多效能上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辦法收集到這些資訊 所以大概會有這兩個層面 可能要考慮 所以後面大概會分享一些 比如說以這張章節 後面會分享一些 我們怎麼做到收集這些資訊 然後我們公司可能 我畫了一些圖表 比如說這些圖表 我們大概可以用來觀察什麼東西 會做一些分享 那你如果今天用的是Enterprise的Kubernetes 大部分 屬於平台類的監控 也許他們都會提供了 因為他就是要做Enterprise的銷售 所以他本身就會整合一些這類型的工具 但是問題是後面這一段可能就是少的 你怎麼看這個服務本身的一些狀況 所以這是Monitor的層面 那還有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早上有聽那個滴滴滴 他中間也有一張稍微提到 大概就是你的這個login 你的log的收集 跨了cluster 跨了不同類型的cluster 甚至跨出cluster以外 根本不是container 原本legacy的app 你有沒有辦法有效的把這些log收集出來 在一個統一的 比如說橘色的那條線 在一個統一的這個平台上面做分析 或是有效率的查到相關的資訊 當你收集的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要過濾的 其實是一件很 越來越困難的事情 你要怎麼樣精準地定位到你想要查的那個 那個時間點 或是那一段有用的訊息 要把它找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要 可以加入一些小技巧來幫助我們 那接下來針對這一點 大概就是分享這相關的經驗 OK 所以以上大家心裡有一個底 等一下的投影片 大概就是環繞的 一個一個從這三個層面 分享一些心得 OK 那再講一下我們的客戶 因為我們公司主要的客戶是金融業 所以大部分他們的環境都是在地端 不會 也許未來慢慢的有可能 使用Cloud的服務 如果你用Cloud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那這些東西其實人家已經整合得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一旦要自建 你就遇到兩個難題 可能 當然不只 但是你會遇到兩種狀況 你怎麼這個地端的狀況 第一種 可能 也許他們 可能他們是自己建的 通常這種比較少 比較像是POC的案子 或是說 他們購買的Enterprise的產品 比如說在VM上面 幫你開出來的Kubernetes 可能就是原生的 你會發現 好像 什麼都沒有是有點誇張了 可能沒有那麼多好用的 或是說 適合 應該說是適合 我們想要看到的 這些觀察的這些tool 那怎麼辦 這大概是第一種 那 另外一種 就是 可能就是你 譬如說你買的這個Enterprise的產品 剛剛有提到 就是 它當然很好 因為我們很多客戶都用它 我也很喜歡它 它裡面功能很多 那它也很穩定 但是 它有一個問題在 它的東西都是為了它設計的 它的產品它要推銷 它要 它要認為這是足夠穩定的 它不需要人家去改它 所以我們都不能插手 把我們想要的東西放進去 一旦你放了 雖然它背後也都是用一些open source 你當然可以去改 一旦你改了 他們就沒有保固 基本上你就等於是訂閱白訂閱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遇到這種狀況怎麼辦 我們大概最近 大概這一兩年 遇到很多很多客戶 那 慢慢的我們也有一些 架構上的pattern 之後也會稍微再分享一下 OK 好 那 前面的這些 對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不是在做任何tour的比較 重點不在比較 不是說 我待會介紹說 我們公司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用了什麼工具 用了什麼套件 為什麼用了這些 這些東西 但是絕對不是在說 這些東西一定就是好 最好 或是適合各位 那 重點是說 對 還有說今天也不是說 我們介紹這個tour的 背後的架構 或是說什麼 因為這些tour其實每一個都非常的 你要去研讀它 後面都還有很深很深的東西 都可以去study 最主要其實就是分享一個經驗 讓大家去思考說 從剛剛講的這幾個點 這是我們公司遇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做了一些小調整 那是不是你適用 或是從這些點上面再延續 再去思考 你是不是要加入更多的東西 大概就是po一個思考的一個 讓大家回去可以多做一些思考 這樣子而已 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這個tracing 好 那 首先呢剛剛提到 大家回想一下前面那張投影片圖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追蹤 一個request的進來 可能在A cluster 可能三個服務挑到 也許一個legacy的服務 可能是他們以前的核心 核心可能沒有辦法 很難改啦 很難架進來 可能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app 在cluster外的app 最後又回來cluster 那可能又回去 那你怎麼樣看出這條線 那在我們公司 我們用的是opentracing 那opentracing是一個 CNCF的 就是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就是那個基金會 他們的 他們畢業的吧 應該還沒畢業 那那邊可能是 像Cubernetes就是從那邊出來的 那 如果你要用opentracing的話呢 那我推薦你們 就是直接用他們官方出的 那如果 因為配合 如果大家都是用Sprint 都是寫Java 那放一個連結 連過去 如果你還沒用過的 你就連過去 你就放它的starter 那它starter 你放了以後呢 你大概十分鐘你就搞定了 因為你基本上 如果你只是要try 直接享受 看到它那些 幫你那些漂亮的圖表 幫你追蹤的那些訊息 你大概什麼都不用改 你就放進去 它starter開起來 然後找一個dark環境 把它的那個opentracing 有一個all-in-one的image 開起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 所以到底 所以 你開起來以後 基本上 它就幫你完成 剛剛我講的那一條白色的線 剛剛就是一開始 A call B call C 然後再回來 那一條白色的線 大概就追蹤完成了 但是我們在這上面 通常我們還會 考慮再多加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會稍微分享一下 第一個 我們會把這個tracing的結果 一些information 放到response 因為通常 通常 如果今天 這個服務的 這個呼叫的過程 都是我們掌握的 可能就是 比如說我們自己開發的app 可能五個好了 十個 都是用這一套 所以這個過程中 我們當然這些東西 它都會幫我們帶得好好的 但是如果今天牽扯到 API consumer 可能是 比如說你的UI 好了 從UI call進來 你寫的react 可能你用了view 一些 很fancy的這些framework 那 你最終要debug的 跟你直接相關的 大概就是那個頁面 那你怎麼從那個頁面 直接來追蹤 原來背後是這一條線 所以大概就是 做這件事情 就可以幫助你做這個追蹤 所以整個 整個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 你可能會在你的app前面 你的API前面 擋一個filter 所以 當有request進來的時候 這個open trace的機制會啟動 當然會幫你完成後面那些tracing 就是那些trace的追蹤 跨app的追蹤 所以當然你最後回去的時候 一般我們會把這個trace的相關訊息 放到response裡面 一般我們就會放header 那這個header的key 就是看你們自己訂 調你們喜歡的key放 那最後就回到前端 這是第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會用open trace的時候 在上面做一個 做一點點的加工 第二個 在你的程式 進來以後 你的程式一定有很多邏輯處理 你一定有很多log 那這些log A服務有A服務的log B服務有B服務的log 所以 絕對不會是 我想要印這個trace相關的訊息的時候 我寫了一個log.info 去把這些資訊寫下來 那反正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進來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在你logger的mdc裡面 放這些tracing的資訊 所以你在你的logger的pattern 如果你是springboot的話 你就在你的yaml裡面 去訂console的pattern 記得把這些mdc的資訊放進去 所以你的程式還是印你原本的訊息 但是自然的 就會把這個tracing的資訊 帶在每一個log下 如果有做這兩個 後面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怎麼來trace相關的訊息 這剛好是我們的一個範例 比如說你的API consumer 最終還是回到你的頁面上 所以當有一個request 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追蹤 你還是打開你的開發工具 找到有問題的那個request 找到response裡面 看一下這個tracing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ID 看你的key 你喜歡取什麼名字 比如說以這個為例 某某某系統的requestID 所以你找到了以後 回到你的這個 比如說你要查log 回到你的這個查log的平台上面 首先就是把這個traceID這個欄位 用剛剛你複製下來的這一段 去搜尋 然後進一步 你想要看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想要看 也許我們就 這張圖是用label來過濾 所以你放了info 放了error 放了worring 這三個log 也許debug 對你來講 你不太想看 Anyway 這邊就是放你還要查的資訊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過濾出來 如果它今天是跨APP 如果這些log都有被蒐集 你這個地方 這就會發現 就會一次查出 所有跟這個trace 這個ID相關的所有的log 大概就是靠這樣的模式 我們才有辦法去追蹤這相關的東西 可能你找到了一個exception 你打開 所以你在 其實這就很像你遇到問題 看你的那個 一般就是看那個log出來的那個檔案 其實接下來就是一樣的 但是有了這個前置的步驟 有了一開始我們做了那兩個加工 我們才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很順利的找到相關的問題 所以這大概是第一點 第二個 在opentrace裡面有一個東西叫span span在opentracing裡面 是一個trace的最小單位 所以 如果你用了這個opentracing的starter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去管這個 因為 跨APP 它會自己幫你處理 這中間 爸爸跟兒子 比如說 A call B A就是爸爸 B就是兒子 那中間可能是一個外部呼叫 可能是透過http Restful的呼叫 那看你 也許你們有q 走q的呼叫 不管你是哪一種 opentracing 它都已經幫你做了 整合了絕大部分的呼叫方式 所以這些相關的爸爸兒子 這些相關的span 它都幫你處理了 但是span其實是還可以再多一點的活用 可以試著去call 試著去產生自己的span 比如說像這張圖 所謂的trace 就是 這一整張圖的 就叫一個trace 上面時間推移 可能你有一個span A call了一個span B 然後再產生了一個span C 那span C 最終會call一個外部另外一個服務 所以在另外一個服務 會有一個span D 這關係簡單來講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一個span 我剛剛講說它是一個最小單位 所以基本上它裡面包含了一些訊息 比如說這個span的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那還有一些比如說span裡面 可以放一些更多的諮詢 讓它傳遞 OK 所以這個span 你可以拿來 像我們 我們可以 應該說你可以考慮拿來做 如果你過去想要去追蹤某一段method 的一些執行的時間點 簡單一點你可能就會寫一個 比如說你用Apache的stopwatch start 然後跑跑跑跑跑 跑完 然後就停 然後印出相關的訊息 現在你其實不用 你可以在那個master進去的時候 create自己的span 它自然會幫你追蹤這個span開始結束 相關的一些時間點 然後你在open training的UI 你就可以很明確地看到一個格子 它就是你這個master 你想要看的這個master的一個格子 它就等於是那個格子 所以它就可以在它的UI上面 它就可以產生這些爸爸 兒子相關的這些漂亮的圖表 那要create一個span的程式碼其實也是很簡單 大概三行你就可以產生自己的span 所以首先你當然是拿到這個open 因為我們是用open 透過open推行的這個API Global Tracer 去get到現在的這個tracer 然後你去build一個你自己的span 然後你把它蓋過現在activespan 所以它就是現在這個activespan的兒子 等它做完了以後 又回到了這個爸爸的span 它關係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開始去考慮 是不是可以去活用這個span 去產生自己的span 那第三個事情 這個大概是我們 也覺得是一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這個訊息的傳播 剛剛其實稍微有講了 在span裡面 其實是有contest 比如說左邊是A幅 扣右邊B幅 中間其實這span的一個contest 它會幫你傳播出去 在這個contest裡面 其實是可以放一些資訊的 它稱 應該是open推行 稱這個叫做baggage item 就是一個行李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東西到這個行李箱裡面 它就會把你把這個形象帶出去 帶到後面每一個app 所以整個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左邊有一個API consumer 發了一個request進來 你可能有些邏輯 Anyway你可能從header拿一些資訊 你從哪裡拿一些資訊都可以 所以你會在進來的時候 然後把你想要往後傳播的這些東西 放在這個baggage裡面 然後下一步 你中間任何的這個透過這個 比如RestFocal 或是透過Q的溝通 透過RPC的溝通 它就會幫你繼續帶過去 所以你後面APPB 你的API的設計 你根本不需要拿這些資訊 它不是你的API的input之一 那通常我們怎麼 什麼東西會放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開代API裡面 通常會有一些 比如說可有可無的補充資訊 舉例 順便看一下程式嘛 比如說 像最近我們就遇到 這個API其實是可以給每一個人call 但是因為他們的legacy的系統 總是會有 他們就有自己的系統的系統別 他們就稱之為系統別 可能我就是有個代號 某某系統有個代號 某某系統有個代號 那他們也許後面會 當你進來 你某一個服務 如果你也許你會有一段邏輯 是某某系統呼叫的話 他可能要處理一些東西 那不是 那就不要處理 類似這種可有可無的資訊 那就還蠻適合的 所以你就可以 還是一樣 拿到current active的span 針對這個span 比如說第二行 就是取這個 現在span裡面的資訊 如果你要放 就是像第三行一樣 把它放進去 這個程式麻煩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個機制 你也不用自己再去寫 比如說把這個東西 還要再帶到request 或是帶到你的request header 或是帶到哪裡 送出去 然後另外一邊 你還要再繼續把它拿出來 其實都不用 因為這一段 open search也幫你做了 所以以上大概這三個點 大概就分享一下 大概在tracing的這個過程中 一般來講 大概比較基礎 大概可以考慮 來活用的 那下一個大概是monitor Monitor的話呢 我們公司選擇的還是 就是Promicius 所以等一下會環繞的就是說 它要監控 它要收集這些資訊 最重要的 這些資訊叫metrics 那這些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選擇這些exporters 就是要把這些資訊 吐出來的 這些不可能是demon也好 可能是anyway 反正它就是以這些 吐資訊的這些服務 所以我會分享一下兩類 剛剛一開始講到兩類 一類是屬於環境類的 一類是屬於服務類的 所以環境類的 其實這一個 在Promicius的官網 非常多非常多 那一般來講我們大概 我認為最重要大概就是這三個 那第一個就屬於node 就是那一個節點 本身這個hardway 可能OS層面 從node層面上面的一些資訊 可能它的CPU 它是memory的使用 那第二個呢 是Google出的 可能是container層面的 那這個還不錯 這個還蠻好的 就是說它support 也supportDockers網 或是存Dock 或是Kubernetes 它當然也support 所以它是跳脫了這個平台 它就是以container的角度 在蒐集資訊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 Kubernetes專用的 它就是一些 暴露一些Kubernetes裡面的 一些object的資訊 這三個是我們比較活用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 比如說OpenShift 或是一些比較 其他的我不確定 那其實他們都已經包了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是Kubernetes 像我們公司有個Kubernetes 那你要裝這三個的話 基本上建議就是直接裝operator 它就是包含了剛剛那三個 那接下來講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Monitor 大概會分享比較多張圖 講一下這些圖 大概是從剛剛哪一個 exporter 組起來的資訊 第一張圖 這些都是我們公司的一些 一些標準的圖 監控我們公司 各種 各種平台 那第一個大概就是監控一下 上面是一些node的資訊 包含以node的角度 看一下中間大概是一些 它CPU的資訊 它的loading 所以這一張圖 大概比較多的是 node exporter給的資訊 那下一張圖 可能大家 下一張圖 這一張圖也是蠻適用的 就是說 這個 中間這一塊大概是node exporter 大概是一些memory的使用資訊 上面那一段大概就是在講說 現在這些node上面開了多少的pod 那要怎麼樣把pod跟node關聯起來 大概就會用到剛剛那個 有一個cubestate exporter的資訊 跟node exporter的資訊 把它關聯起來 所以我們還可以關 我們就可以從這張圖上來看說 現在 你雖然傻給kubernetes 理論上你也不用太去關心啦 但是 也許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硬體 因為這是我們公司的一些環境 都是一些實體機 那我們是不是要打一些label上去 因為實體機總是有比較好的效能 也許硬碟比較好 或是anyway什麼比較好 是不是要打一些label上去 讓kubernetes幫我們選擇開pod的時候 做一些調整 延伸來看 大概就可以開始產生後面這段分析 那如果你都不打label 可能就是讓kubernetes直接開的話 有可能 今天你可能比較 maybe比較差的 效能比較差的機器 上面跑了一堆pod 容易它就掛掉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這張圖 這張圖也是蠻有意思的 下面 大概分享下面 左邊這個 下面左邊這邊是所謂的request 這個request是kubernetes的request kubernetes我們在部署deployment的時候 我們都會 一定會給予這個resource的limit 跟它的request 換句話講就是說 我比如說你的request給 我們就以那個memory來舉例好了 你的requestmemory說 我開一個javaapp 我要500mega 那我最多maybe用到1g 你就這樣設好了 就500g 那當你的app啟動的時候 可能真正你就用到300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直接從node的角度去觀察 你可能只看到300 真正使用了300 但是kubernetes會幫你預留500 因為你request500 那request500 實際用了300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10個20個 這些deployment跑在上面的時候 這中間的這個差別 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所以也許你會遇到說 那為什麼我從這個node的角度來看 明明還有很多記憶體啊 但是我卻不能開 其實是因為這些都是已經被預留住的啦 被那些request預留住的 但是很容易忽略 應該說你就不容易 沒有那麼直覺的去看到這中間的關係 所以下面 左邊這張圖 大概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它就是用了那個 那個node exporter 去看現在這台node的記憶體 跟這個request 不是 跟那個cube state exporter 去看你deployment裡面 你的request的總和 大概去簡單算一個比例 你就會知道說 在某一台機器上 已經被預約走的這些比例 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分析 所以剛剛講的那些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圖 這邊只是舉個三張圖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這些圖 基本上呢 就推薦大家去 有點忘了後面有沒有張傑講 推薦大家直接去 那個 Grafana 因為我們這個UI是Grafana 去Grafana的官方網站 你去上面找dashboard 你就會找到非常多 非常多人家分享的 你就拿下來改 千萬不要自己去寫 這個如果你是從零到有 你可能就是要寫得非常辛苦 那你就建議大家 要直接去拿來改 挑你適合的 那他一定會分享說 他這張圖要配合哪些exporter 那你看看那是不是你可以裝的 是不是你適用的 你就拿下來改 OK 那接下來屬於服務類的 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會 大概會用到這兩個exporter 上面這一個呢 Blackbox 它主要就是幫你做一個HTTP 比較像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用Kubernetes的 HealthProp 或是VivenessProp 這種感覺 幫你打一個request過去 那 那通常我們用來去檢查一些legacy app legacy服務的一些資訊 也許他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matrix 那我只要知道他活著就好了 類似這樣子 那下面micrometer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的Java的app 你怎麼暴露這些資訊出去 那如果大家如果都是用Spring的話 基本上你用Spring boot 他就已經整合了這個 Accurator就是用這個 那其實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都是用Spring 好 可能要快一點 好 那這邊就是做一個範例啦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就是 上面這個就是 比如說 字有點小 我直接唸給大家 比如說 我直接唸給大家看 比如說你去檢查一個db 就是左上角大概 左上角的左邊 有三個白白的小小的字 可能一個就是db 一個就是某一個服務 anyway db你只要知道他還活著就好了 目前 假設你的檢查你只關心到這樣 那black box就蠻適合你的 那下面就是一個應用的分享 比如說檢查一些服務 去看看他這些憑證 有沒有 是不是快到期了 是不是快要換了 做一個black box的一個延伸應用 那這張圖大概還是大家關心的 就是說 透過micrometer提出來 給予的那個matrix 我們就可以畫出這些圖 去看一下這個run time 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app的一些記憶體的使用啊 甚至GC的使用啊 那這些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在開發壓測 測試環境的時候 我們這邊這樣圖 基本上 這我剛剛講的 這個連結點過去 就是這個grafana官方網站的dashboard 裡面真的有非常多資源 推薦大家 那最後一個 講到login 這個主題就是說 比如說你 其實做一個延伸 就是說 你的平台如果用了像 不能改的那些平台 你不能克制化那些平台 基本上你的log 對它來講就是一段文字 那純文字的結果就是 你也不能分析 你也不好去查 當然你都可以看得到這些log 但你不好定位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去定義自己的log 的這些結構 想辦法把它變成是 一個結構 而不是一段文字的log 這基本上就是在講的 就是login這一段 好 那 比較 如果 比較推薦的就是 直接用json 假設 假設 你沒有很想要去定義說 比如說前面第一個 字源到第十個是 可能是印日期 然後log等級 接下來印log等級 接下來印什麼 那你不想去規範所有 所有人 跑在這個continent platform上面 都要follow 這樣子的log pattern 那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那我們就是走json 那也就是說人家把log內容 這些印成json的格式 然後透過一些轉換的方式 把它變成結構化 被蒐集起來 幫助我們查 那如果你今天是寫 那如果你今天是寫 看你的 看你的 Java的 這些framework 如果你是用quarkers 那 基本上他們都官方都有很多套件 直接放 你就可以變成json的log spring好像 目前應該是都沒有啦 那這就是推薦大家用這個encoder 這是load stage出的 這個loadback的encoder 那在這邊其實它會幫你處理很多東西 比如說json裡面的一些符號的跳脫啊 那一些斷行的問題啊 其實這encoder都幫你處理好了 所以你在你的loadback設定裡面 你就放這個panda 然後做一些設定 基本上你的log就會直接變成json的格式 OK 這是第一個就是你要去考慮你的log的format 那接下來就是要加入一些 在你的log裡面你要試著去加入一些 跟這個app相關的這些資訊 那舉例來講啦 一般來講 我們最少最少都會加這兩個東西進去 當然就是我的app name 這些log就是我的嘛 那接下來 第二個 就是我的版本是什麼 那 等一下再講一下為什麼要加這些東西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這個有點小啦 不過如果大家有在寫 應該說如果你有設定過loadback 應該就大概就可以清楚 中間這一段其實就在設appender 設你的這個json的內容 然後放一些資訊 那這個大概就是實際上 實際上的一個案例 剛好這是我昨天結的圖 剛好我想要去做一個rolling upgrade 那在我們公司有很多bot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一個人事的bot 他專門在做這個 比如說我們同事去哪裡的一個回報的一個紀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做了一個rolling 我在這個1.38版的時候 還有人在回報 那這個地方其實已經在開新的版本的app了 那開完了以後 結果1.38 結果1.38 shut down了嘛 因為k8s rolling 它就是先開 我們設定的就是先開起來 那測試通過流量轉過去 它通知你舊的這個要shut down 那時間到了就shut down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這個version來看 區別哪一個是你想要關注的log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呢 你的replica超過一個 你有兩個要三個 你這樣rolling起來 你沒有這些資訊 你會很難去區別 如果你的graceful的那個period的時間 在k8s裡面你可以設定 我關掉要保留多久嗎 預設應該是30秒 也許你的程式關掉的時候 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可能要一分鐘 兩分鐘 anyway 那在這個裡面 你的程式還會產生非常多的log 如果你沒有這些相關資訊 你很難去區別什麼是你想關心的 所以 當然除了這兩個方面 你還要去加入一些 你可能要去思考 你要加入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log 去讓你分別到 去定位到 你關係的那一個instance 因為在kubernetes的世界 而且rolling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OK 那這個 這個就是index的strategy 那這邊 基本上呢 就在講說 你的log 因為我們是用efk 最終是收集到elasticsearch 就前面的elasticsearch 那個es的縮寫 上面基本上還是要定這個index 那這個index呢 直接關心的就是housekeeping 那我們比較常用的就是 就是bynamespace 第二個是bydate 所以我們index會做namespace跟date 那因為大部分情況下 比較性質類似的系統 或是專案或是產品 我們會把它放在同一個namespace 那如果你housekeeping的角度來看 你就可以一起來設定說 比如說某某某 比較核心的namespace 可能要留個三五年 那比較周圍的 比較沒有關係的 像剛剛那個hrbot 可能留個一個禮拜 兩天 隨便看你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推薦 至少你要去定義這個pattern 那這是我們比較常用的pattern 那這是一個friendd的寫法 推薦給大家 譬如說大概是倒數第三行 lowstage prefix 在這個地方 去看從你的log裡面 擷取出現在namespace在哪裡 把它定在index裡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log啊 當你完成了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還是提到的就是 ocp這個openship的角色很重要的就進來了 因為openship上就是不能改 所以我們遇到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這個就是 上面從上面看log都是一段文字 那我們怎麼跟這些cluster來整合 甚至如果你除了ocp以外 你還有其他的樣式的cluster 所以大概會有一個中介的friendd在這邊 他可能做一些log的format 中介在藍色的 或是做一些index的一些決策 那你可能東西從openship那邊推過來 Anyway你可能從其他地方推過來 那統一在這邊做你的同樣的format pattern的轉換 才收集到這個e-lasticsearch 大概會導入類似這樣的一個架構進去 那所以除了log以外 下面是log 上面是這個監控 其實這些都是跨cluster的 所以在我們公司呢 我們這個框框大概有三個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 Kubernetes 可以是openshift跟Dockerswong 但是我們是用同樣的一個方式去查 查找相關的log 所以整個架構大概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這句話了 就是說 當這個服務越來越多 那你的平台越來越多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這Bud後面就非常重要 我們不管導入了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工具進去 用了什麼樣的套件 它是不是符合我們的需求 有沒有提供我們想要看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Bud後面 你希望怎麼去處理它 能不能在事前 問題發生前 就先稍微知道 提前去處理 或是說當問題發生以後 比較容易的去追蹤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經驗分享 左邊這張圖就是今天這個投影片的位置 就share給大家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也是我的Github的其中一個report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看可以舉手發問 或是到那邊留言或是email給我 都可以 謝謝 對 我們目前還有一點時間看 有沒有就是可以開放一個問題 有需要詢問講者的 那沒有的話 我們這場演講就到這邊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後面 兩個都有講到OCP的 就是相關的solution 那trace的部分會怎麼處理 然後另外第二點是說 我們會有非常多legs的系統 因為這個是整個 偷偷雲端的一個solution 那我們要把這些legs系統 導入進來的時候 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謝謝 喂 喂 OK 那剛剛有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open shift上的tracing 好 那 我看一下有沒有 投影片 OK 好 open shift上呢 如果以這張圖來講 假設左邊那個是open tracing好了 它 它的 它裡面有一個prometheus 就是 基本上我們在外面 上面這一個 綠色的這個框框 就是你在外面的一個grifana 你可以 你的source可以設在那裡面 所以第一個屬於平台類的監控 你是可以從那邊直接拉出來的 那如果以log來講 等一下監控再補充一個 剛剛是平台類的監控 那如果是服務類監控就沒有 就沒有辦法 因為open shift本身就沒有提供 那就是 就是你還是要自己放你的東西進去 那如果今天是log來講 大概我們就是 比較常見的就是走這個pattern 畢竟我們沒有辦法去改open shift 應該說 你改了open shift 上面的friendly的規則 你就沒有保固了 所以我們的客戶一般是 沒有去改這一段的 不會去走這個solution 所以在open shift大概四點 詳細的版本有點忘了 大概四點多以後啦 現在四點六是一定有的 他們都可以把AP log 打出去 打到一個subparty的log 收集的某一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透過那個功能 把ocp裡面的log forward出來 大概就是這張圖 forward到你的friendly 你在上面去寫你的規則 去做 比如說你是json 或anyway 去做你的passing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不好意思 第二個是說legacy legacy系統的導路 我們過去比較常遇到的 都是不能改的情況下 所以以log 如果以這張圖來講 假設左下角 左邊最下面那個格子 是某一個系統 它的模式就是 它就是吐出這個log檔案 它也沒辦法改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 買一個demon 先把這個demon 先去PAR這上面的檔案 先把它整理好 才往我們中間的這個friendly 推過來 基本上是靠這樣子的模式 把log收集過來 OK OK 好的 那我們在此 謝謝施宇帶來的演講